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看到明明是中华电信投资的一家公司 员工的薪资却还是非常的低 根据我们的资料做了二三十年薪资可能还不到三万元 同时这个神老公司跟我们工会理事长的诉讼 他这样子打压我们工会干部的行为 已经在劳动部或者是许多的单位都确认了 这个是不当劳动行为或者是打压各位的行为 可是现在诉讼券仍然没有继续结束 2007年以后神老自从中华电信入股 他的营收可以说是逐年的创高 去年的总营收是三百多亿 可以说是创五年来的新高 可是呢在第一线的基层员工 他们的基本薪资连三万都不到 我也要讲一句话 就如中华电信他们自己的广告时 永远走在最前面 对他们永远走在最前面 先外包后面承让 所以这是博银事业该做的事情 在我们基层拿工是希望一个稳定的工作 跟稳定的收入 还有逐年依照年资去调整他们的薪资 国花费让国营事业转民营化的用意 是要提高市场的竞争力 跟有效的经营 在经营上的竞争 并没有说国营转民营以后 再转投资这些子公司 是要压榨这些基本劳工 今天大家刚刚的诉求跟声音 那我们中华电信都听到了 那每一家公司呢 它都有它本身的公司治理的部分 这点呢我们必须先给予尊重 但是中华电信身为神老公司的大股东 我们有这个义务 来把今天各位的诉求 忠实转达到神老公司的高层 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大股东的作为 我们也会给神老公司提出一些建议 让大家的诉求 能不能在神老公司给落实 这一点是我们的基本的态度 那中华电信呢 除了接受我们的理事长的诚情书以外呢 希望能够达到你们今天诉求的目标 那这一点我们预祝你们能够成功 这一点是希望你们多多的加油 谢谢观看 请看